今天來講一下這個3D Slicer 他做segmentation的方法 然後之前有出過一個比較簡易版的教學 然後那個部分呢是功能性就是功能性比較強一點 就是他有侷限在一些比較特殊的功能上面 所以有些比較其他的功能我是沒有去做講解的 然後摸了一段時間之後呢 其實後面有一些功能發現其實也是還蠻好用的 所以就把這個比較更詳細一點的功能講給大家知道 然後也是就是補足啦 之後就看這個版本 不用看簡易版那個是給幫忙做研究的人弄的 所以就所以那個是其實算是給就是後面的工作人員的一個教學影片而已 那如果想要看他怎麼segmentation就用這個版本就好 然後我先講一下就是說 我們在做segmentation的時候啊 其實我們會想看一下他們的樣子大概是長怎樣 就是說像這是一個首部的CT圖 就是這個是我自己的case啦 然後這是我自己的首部CT圖 然後我們會先想看一下我們到底是要拉骨頭出來還是說你是想要印一個手模 就是如果你想印一個手部模型的話那就是把他的整個手的樣子都把它包含出來 那所以我們剛開始其實我會習慣先用volume rendering 這個工具就是volume rendering這個工具 然後這裡有個眼睛也要把它打開 對然後你要記得選擇你要看哪一個 因為像是我這裡有兩種不同資料的格式 就是影像的強度不同 對然後volume rendering的話 我們可以先看這個最基礎rotator的格式 然後這裡我們就先選擇resample這個model 然後之後呢 像他有好幾種嘛 他有說你是要軟組織的話 那你就是用soft tissue 那如果你是要看肺的話 肺會有air那就開始air 然後他每一個都有不同的顏色配置 就是對不同的選擇有不同顏色配置 對那其實有好幾種 那我如果你是要看骨頭的話就用bong這個 對那 那大概你就能看到就是說這個 骨頭的形式呢是會被顯示出來 然後呢 這個也是可以調的就是說 如果你想要看整隻手 你看啊如果想看整隻手的話 我是可以調這個threshold去調整他這個volume rendering 選擇的部分那這就是整隻手的部分 對那如果你要細一點的話 就是你想要再深一點的話呢就是看這個骨頭的部分就是threshold 然後 那個 那個他的threshold就會比較高一點 那就會顯示出比較細節的部分 就是像你看這裡 這邊就是骨頭的部分就會顯現出來 然後整個邊界啊就會顯現出來 那你可以透過這樣子大概去看出你的就是 到時候segment出來 理論上來講應該要是什麼樣子 對然後你按住shift 跟著這個位置去做滑移呢 你可以看到下面的這個圖在動 就顯示你現在 呃那個 你的mouse在哪一個點上 那你的游標在哪個點上 然後他會把 當那個地方的乘數給你看 對那分別是就是axial 然後frontal 跟sagital 這三個plane 對 然後這個volume rendering 好這個volume rendering我們看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去做segmentation 那segmentation的部分呢 呃我這邊就講比較細一點 就是說 嗯 他有很多種方式 那我會先從 呃處理平面的 的工具來跟你們講 就是什麼叫處理平面 就是他有分幾種 我們先按這個add add可以增加我們的segment 的樣子 然後這裡可以改名字 例如說我想要 我的大拇指 的第一掌骨好了 那 那這個就叫top 這樣子 對 然後 呃 就我們可能只需要一個就好了 對 對 那 等一下有可能會需要用到兩個 那這個到時候等一下再講 我們先講 什麼叫平面式 跟三維立體式的 就是說 平面的部分呢 在這裡 我先放大 平面的部分呢 在這裡 然後 那個 呃這裡有一個東西叫 pick draw 做這個東西 做這個東西呢 是你畫過去這樣一圈 然後 然後他會 等一下 還有點卡 對 你這樣畫過去一圈之後呢 他 他會把這一圈 這一片都 弄出來 你看我在這個平面畫的 那你如果來看這邊 這邊他是一片的 他是長一片這個樣子 然後所以也就是說他只會在這一個層 那 同樣的 如果我是在 呃這邊 這邊去做 Draw的部分 那 等一下你要等他一下 他跑一下 那 那他就只會在這邊 變成一片 對 他就只會在這個平面變成一片 然後下面這個你就會看到他是 一個 我們按序 看一下 他會 他會變成這樣 對 對 對你看喔 在這裡你看他就變成一片的樣子 然後如果我們再來這裡看 如果我們來這邊看的話 他就是一個 十字 就是因為他都只有一片 對 然後 呃 這個是 Draw的部分 那我們先回去 原來的地方 那 那 你覺得這樣一片一片畫有點久 沒關係 這裡有另外一種 工具 對 叫Level Tracing 他會依照你不同的這個Level 去做 去做選擇 對 這就會依照你不同的Level去做選擇 那你可以用這個 Level Tracing一個一個慢慢點 那 我先看一下喔 如果我們知道的話 第1檔鼓的部分呢 他的位置是在這個地方 那你可以使用Level Tracing的部分 那一開始就 先放大一點 對 Shift 對定義出他大概的位置 然後 用Level Tracing 點這個位置 就用點的 然後你有沒有看到 他會把這一整片全部都追蹤出來 就是如果你用點的話 然後你就可以 把 這一片 慢慢的 點出來 然後越點越多 對對 但是他這個還是一片 他這個還是就是這一層 就是這一層 然後我們繼續 我們可以繼續Trace 就是把空白的地方都 把它補 補齊 對 對 把它補齊 好 這邊把它補齊 哇 OK 好 對 那這樣 這樣一片就點好 對 這樣就大概是 這樣一片就點好 然後呢 但是他只會有一層 所以 你這個時候 你可能就需要這樣一層一層慢慢點 就是 像這個位置 那 那今天他在這邊 那你可以再用LevelTracing 其實你可以先用那個 做 然後先把它畫起來 大概的位置把它畫起來 對 然後 等一下 沒關係 我們再改LevelTracing 因為他做需要判定比較久 所以LevelTracing比較快 這樣子慢慢點 有看到空白的地方就把它 整個點起來 好 對 那大概點的差不多 OK 這兩層嘛 等一下 剛剛那一層 對 對 這兩層在這邊 然後呢 你應該是有一個功能 叫做 這個 Fill Between Slice 然後 你可以 你可以使用看 你可以 Initialize Initialize 那你就看到他中間 這一層就差不多 差不多跑出來 那他會先展示這個 一開始可能的樣子給你看 對 因為他也是會追蹤 因為今天展示一個S的樣子給你看 那這一節差不多就可以被 秀出來 這樣子 對 那 但是這個方法其實 因為你需要一層一層慢慢點 如果你的形態比較複雜的話 你要點很多層就會 花比較久的時間 那 這個是透過平面的方式去做 就是 Segmentation 的部分 對 但是 我的話通常不會用這個方法 因為 因為他要 做太多層要花太多時間 所以我通常用的方法呢 會用3D的方式去進行 那 沒關係 我們就 這個平面的我們一樣是把它保 然後我通常呢 這裡有一個東西叫做 Paint Paint這裡有一個叫 Sphere Brush 就是 這個通常 這個就是在上面畫畫 這個就是在上面畫畫 就是在這邊畫畫 然後他 你看他會顯示說 你現在是在哪一層的位置 就是有一個 黃色框框 你可以在上面畫 然後 這樣子弄起來還是平面的 那你可以勾Sphere Brush 然後這裡可以選擇不同的Size 對 這裡可以選擇不同的Size 然後 你就 你就畫 然後 如果你選擇用Paint的話 你其實不用把它全部畫 因為我們等一下會用到這個 就是 GrowFound Seeds 的這個工具 那這個GrowFound Seeds的工具呢 我們就是 OK 我們就是找到大概的定位好了 OK 這第一掌骨 第一掌骨的位置 那找到一個大概的定位 這樣差不多 然後 你的這個3% 5% 這個Diameter 3% 5% 10% 20% 40% 這個 這個其實是取決於 你現在所在的視窗大小 所以如果你要更好用的話 你其實 可以 就是 把它放大全G視窗 然後 OK 你覺得可能是第一掌骨的部分 就把它畫起來 然後 就把它畫起來 然後可是GrowFound Seed 這個功能 需要 需要 它是一個 比較值 就是說 等於是說你給它一個 你要做Segmentation的指標 但是你需要有一個比較值 讓它去判斷 什麼東西不是 什麼東西不是它能長的地方 所以這裡我通常會建一個 叫做Background 就是這裡會命名 這裡可以 你就可以建一個叫Background 然後 那我選擇藍色好了 OK 然後 我想要左邊跟右邊兩個不同 我想要左邊跟右邊兩個不同 那我可以用 Left 另外一個用 這樣子 這樣子 然後 這個顏色我改一下 這個顏色我用紅色好了 OK 好 那 GrowFound Seed 方便的地 它強大的地方 就是在於說 你只要 給它幾個指標好 你就簡單給它幾個指標 所以我們都畫差不多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畫差不多了 然後這邊給一下 然後呢 這邊我們也可以畫一下 OK 這裡我改一下那個 它的 基礎圖 它基礎圖這樣子 這樣子應該會比較好 對 對 這邊我們也畫一下 都點一下 這個大概是 這根骨頭差不多是在這個位置 然後 好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那再來就畫Background的部分 那Background就隨便我們畫啦 反正 不是我們要的 位置 我們就都可以畫 然後記得你剛開始 Background不要畫太大 因為它 太大的話它會跑很久 對 那 你可以 這是Left 這裡 可以補一個 好 這個Background 我還是可以畫一下 隨便點 就是不要點到這個內部區域就好了 因為我們是要 這根骨 對對對 所以Background 我們就是 把這個Background的輪廓 描出來給它看 然後 OK 這邊沒有吧 那我也是 就是先隨便點 好 那再來就是讓它做Initialize 然後 這裡就轉轉轉的 讓它 跑一下 對 OK 那它差不多跑完了 可以看一下這個樣子 好像這裡有吃到一點對不對 這邊有吃到一點的話 我們可以把它做 然後 這裡 它這裡有一個叫 它這個Initialize 這個部分 它其實是可以做更新的 那我會建議把這個Auto update 勾掉 因為你如果 檔案很大的話 那個它Auto update每次update一次都要很久 而且你是 只畫一筆就會 update一次 所以我會把它勾掉 然後 這裡 這裡先把它塗 就是 這個是它 就是說它預 就是說它預 預設可能 之後 會 有畫到的地方 就是說 你如果按這個Apply的話 這個segmentation就真的出來了 這個比較深紅色的地方就是我們原本有畫的地方 就是說這個是 虛的 然後這個是死的 那如果我們要 就是說 所以也就是說這個地方其實我們還是都可以再 畫上去 就是我們會告訴他說 這邊是我們真正的 這個Background 所以也要給我們動到 然後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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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不應該是Background 所以 這邊可以 給它補一點 就是補個一點 然後像我如果放大的話這樣它就是花一個就沒了 對它就是只有一個 一個Voxel 然後 如果 然後補一點之後呢 我們再加一點Background 跟它確定說這個部分其實是Background的部分 對外面這個部分我們只要這個白的地方就好 然後綠色這個地方也是 綠色這個地方我們可以 這裡可以補一點 然後 然後記得在這裡 哎唷 畫錯了 不是 差點混在一起 這個這個 記得記得在這裡補一點顏色 對 然後我們可以 那如果你真的覺得這個顏色很難看得懂 你可以先把 這個 preview 關掉 你就可以看到你畫的這個位置大概是在哪裡 對 那 OK 那我們 這裡可以補一點 綠色 讓它 讓它更明確的知道說 這邊是多吃到了 然後這邊給藍色 就是跟它講說這邊是背景 好 然後 然後這裡做update update 然後我們就可以回到 主頁面去看一下 去看一下它的樣子大概是這樣 這裡有個show 3D 不是這個show 3D喔 因為這個是preview 所以 你要點的是這個show 3D 那這個show 3D的部分 OK我們看到這裡有一個 多出來的一小塊 這個多出來一小塊這個其實不需要 對 那這裡不需要的部分 我們按shift 對準這個位置 那你可以看到它畫到這邊嗎 可以在這裡再補一下 這邊也是 這邊有多出一小塊 那這個也是不需要的 所以我們在 盡量是不要畫出去的 畫出去它會 跑掉 所以 會在 就是它還會再多算其他塊區域 然後所以就是 建議盡量是不要畫出去 但是 就是說 畫出去了 其實多算一塊區域 應該是也不會花太久 但是如果檔案大的話就會很麻煩 對 那 這一塊OK 這塊是 這塊是 但是我們這塊必要 把它 放大一點 把它取消掉 就是很明顯嘛 這裡 就是多長出來的 這個就 這個就把它取消掉 這邊 這邊 這邊是我們必要的 這裡也是多長出來的 所以我們把它取消掉 好 然後update一次 應該還是遲到外面了 所以等一下你看這個藍色應該會擴張 因為它如果要擴張的話它就會算比較久一點 好沒關係我們等一下 然後 然後 它要跑比較久一點 然後我這裡先秀一下 它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工具 另外一個工具叫做Threshold 這個部分 就是 這裡還有另外一個圖 所以沒關係 我就用另外一個圖先 Demo一次 Threshold這個部分呢 其實 這個也是很好用的工具 就是 你可以透過這個Threshold的部分 然後來調整 這個其實很快 就是說 你如果要很快的知道說 你很快的想要把 假設我今天不是要骨頭 我是要一隻 一隻手的話 那我就用Threshold 然後調 然後調整這個 上線跟下線 對 然後調整完上線跟下線之後呢 我們可以 OK 好像 這樣子吧 這樣子可以 可以得到 那我們就 按Apply 那Apply之後呢 你自己按Show 3D 它就會顯示出 這個 你Threshold調整之後 就是 它就是 只說你從205 就是Intensity 從205到2481的這個區間 它全部都會給你做Segmentation 那它就可以把整個這個界面給顯示出來 對 那你會看到這裡有很多雜訊 你會看到這邊有很多雜訊 其實我們可以保留 幾塊我們特殊想要的 下面這塊我們不要 例如說下面這塊我們不要 那這個時候可以使用這個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Scissor 這個剪刀 剪刀的工具 然後我們可以把它先切掉 就這樣 繞這樣切開 它就有點像那個 空間次元斬的概念 就是你畫一個圈然後它 直接整個 切過去 那這一塊就會全部清空 對 那 你看 就這樣切 切一刀之後 它就全部清空 然後清空之後 我們可以透過使用這個叫 Iran的工具 這裡有一個叫Iran Iran這個工具 它 它有幾種選擇 它有一個叫做 Keep Largest Island 這個是 把最大的 就是 它會判斷哪些是 孤島 對 Keep Largest Island 這個是把最大的做 做保留 對 那我們可以 Remove Small Island 或者是 比較常用的是這個 就是 Keep Selected Island 就是我直接 我直接 那個 點 我直接點 我直接點這個 點這塊 然後它 就只會有這塊被它保留下來 那如果 如果我是要手的話呢 我就是點 我的手這一點 然後 OK 你看手就會被保留下來 然後 連下面這個 鬚鬚的這個部分 也都會被清掉 那 這裡還是很 這裡還是 這裡還是有這一塊 因為它們兩個是連在一起的 它會判斷它們有沒有連在一起 那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使用這個 次元展的功能 就是 直接 好 直接把它調到一個 適合的位置 然後OK 我中指 反正我中指這個是沒救了 這個就直接把它切掉 不要這樣切好了 我看一下 有一個更好的切法 這樣切好像太 這樣切好像太那個 對 對 先就是直接切掉 這樣切掉 然後 這裡 這裡 先按住SHIFT 然後再 不是 還有點卡 OK 按住滑鼠中鍵 按住滑鼠中鍵 然後點住左鍵是旋轉視角 按住滑鼠中鍵可以移動 然後滾輪可以放大 然後這邊像我也不要嘛 那我就是 這裡把它切掉 繞一圈 這個地方就會全部被清空 OK 好 那我們再把這個 我們再回到原來的這個位置 然後 再點 再用island的部分 再點一次 keepselectedisland OK 那這樣子 這樣子就變成 只有我們的手被連 留下來 然後但是你會發現這裡 左手跟右手 好像還是連在一起 如果你想要把左手跟右手 做 分開 分割開來 辦了 這個時候你可以用 這個 一樣用次元展把它剪開 然後你可能會覺得這個有點剪太大 那我們可以把它放大一點 就是放大一點 然後先回到滑鼠 把它摸過來一點 OK 然後按住右鍵也是放大 對 然後我們可以過來一點 這樣子 這裡 稍微 描一下邊把它剪開 OK 然後這樣被剪開了 然後呢 這個island還有一個功能 就是說 我可以 我可以把 第一個我可以把它移掉 就是 第一個我可以 remove selected item 那 那我可以把它移掉 這個沒問題 呃 點掉 點一下 它就會 有一塊就會被移掉 對 這個沒問題 然後 然後我也可以 我也可以 我也可以把它切 分成兩塊 那 我可以點這個 Split to Split Island to Segment 就是把它分成兩個 那如果我這裡做使用的話 這邊是 指說 呃 就是說 它的最小Voxel要是多少個 就是超過1000個Voxel 它才會被判斷為是一個獨立的Split 對 那你就看到 OK 這邊它 這邊它 整個變得很完整 對 這邊 它整個變得很 這邊它就變成 兩塊 兩隻不同的手 左手跟右手 兩隻這樣子 對 那你會發現說這裡好像有一點空洞 這邊有一點空洞 然後這邊好像也有個洞 對不對 然後 這個時候呢 這個這個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呢 呃 你就有一個工具可以用 就是 這個 我們有兩種工具是可以 去處理這個空洞 就是第一個就是 我們先想辦法把它放大縮小 那我們這裡可以用Grow 就是 Grow這個工具 這個Grow這個工具呢 它會先 讓它 我們可以讓它Grow 1mm好了 對 1mm 然後 先把它 Grow起來 用黃色這個好了 黃色這個Grow 然後你會看到這個手會整個 碰起來 就是整個脹大 然後 整個脹大之後呢 你看喔 它原本是 我給你看 Grow之前 Grow之前它原本這裡有什麼 有很多洞 然後有 有一些什麼 有很多這種 空洞沒有被填滿的部分 對不對 那如果按Grow之後呢 它 這個空洞呢 就會被填滿 然後整個會漲大 對 那它整個漲大之後呢 這個我們可以 這個我們可以再補 對 但是 但是 你也可以讓它再繼續長 沒關係 就 這樣 1公分不夠 那 我用它漲2公分 這樣 但是如果它漲太大的話 它有可能 你的這個紋理會消失不見 對 所以你這個是你要注意一下 然後 然後 你還是有一些小洞 這個小洞可以怎麼處理 這個時候你可以使用 這個 這樣漲2公分有點太多 漲1.5 漲1.5好了 漲1.5好了 1.5比較正常一點 漲1.5 對 它就是把那個 用一個1.5的kernel 所以用一個1.5的kernel 然後把它擴充 然後擴充之後呢 就是 擴充之後呢 就是像是 它會整個 整個把 衝動的地方都補起來 那 這個概念你可以看一下 找個圖片 就是有點像 Closing Erosion的這種功能 就是 這個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張圖片 這個 這個 就像是這個 Erosion 就是它會縮小 然後 如果它 你用 Opening的話 它其實會把這個 中間這個 地方給斷開 但是它會保持這個 原來的樣子 那如果你用 Deletion的話 它就是 它就是 整個 Punk 那Closing的話呢 就是 它會把那個 盾的 它會把盾的地方呢 去做 圓角 這樣子 對 然後 然後 如果有洞的地方 它會把它 就會 它會把它補起來 就是Closing的話 它原本是這個樣子 它這裡 洞就會被補起來 然後 那個 盾的地方呢 就會被做 圓角 這樣子 這樣子 對 好 那這個其實就是 Scrall跟Shrink 就是Erosion 跟Deletion 這兩種功能 那我們可以用 如果這裡還有的話 我們這裡其實可以找到 Closing這個功能 那我們可以用Closing 這個 Kernel呢 用1公分 我們先把 那個 Segmo1 也把它找一下好了 這個 用那個 這個 Margin Margin的這個功能 然後把Segmo1也找一下 因為它有點 就是 有點小洞 對 OK 這樣子 這邊就都補起來了 那 只有這個洞如果比較大 就是你有幾種選擇 就一種 一種就是 你可以 用Paint 然後反正 反正這空間很大 然後你就是直接 你就是直接用畫的 看一下喔 直接用畫的 然後你看我Paint在這裡跑 它會顯示說 找到一個正常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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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你看我Paint在這裡跑 它會有一個圓球 那你可以看說 這個圓球會不會出現 這個圓球不會出現 那我就直接把 它一整個補起來 對 就是說這是一種功能 你可以選擇用那種 很大的Paint 直接把這個 空洞給補起來 對 然後 因為它有點 捧 它有點長的過頭 所以它們會 擠在一起 這個是蠻正常 對 那 那這裡也是一樣 這裡 我們 呃 這裡有這種大空洞 我就可以用Paint 把它補起來 這是一種 再來就是 你可以用這個 Smoothing的這個功能 然後 用Closing 那我們 這裡 Closing用2mm好了 好 你看這樣子 它這個空洞呢 它就是 會被直接補起來 對 它這個空洞會直接被補起來 然後 呃 如果它這個空洞 還是補不起來 就是 就是它Closing 其實會到一個 就是極限 就是它會補不起來 最後補不起來 你發現它補不起來的話 你在使用這個 你在使用這個 呃 Paint的部分 把這些洞給補起來 你看像這個部分 就差不多大字都補起來 只是它這個有點太大 對 那這裡就補起來 對 這邊我們把它補起來 然後我們可以看一下整個 這樣子 像這個地方 它也沒有補起來 對 那你就可以 補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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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有需要的人就會自己慢慢補 對 然後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 可以 我們這裡都弄起來 那我們再來就是 可以用縮小 呃 這個 末尾這個地方 還是得補一下 末尾這個地方 洞比較大 這個 這個地方 還是補 然後這個末尾這個地方 你就不用擔心 末尾這個地方 你怎麼畫 它的那個 頭不會超過 因為它這個是 整張圖片的尾巴了 所以 你這個就 選擇多大的都可以 對 不要超過這個就好了 因為你選擇太大 它會直接爆掉 會變像這樣 有沒有看到 這裡就腫一塊 對 所以就是 你可以選擇大一點的 然後直接 這樣子 然後 OK 那 對 末尾這裡都 畫錯了 不行 不能這樣 這裡有個洞吧 等一下 OK 這邊現在都補起來了 然後再來 我們就是 你如果今天想要做一個 我們先把它放縮回去好了 因為我們這個本來放大過 所以其實 應該是要先把它縮回去 然後這裡也把它再縮小一下 OK 它變得比較細了 然後 這裡有個小洞 這個 這個小洞 可能要補一下 這裡 這個 這個小洞 我們稍微給它補一下 補起來就好了 然後 Closing 它也有個功能 它也有個功能 可以在3D的狀態下去編輯它 你可以 Edit with 3D 那這個時候你就可以 就是 選擇你要補的位置 像我這裡 這樣點一下 然後它就會把它 這個地方補起來 然後 像 Opening的部分 Opening比較是像是我們剛才在這個 假設 我現在給它隨便畫 我現在給它隨便畫一個 那個好了 我現在給它隨便畫一個 這種 虛虛 虛虛狀狀的東西 就是 我這裡 給它隨便畫一個 虛虛狀狀的東西 然後 你看好像這裡就有凸出一小塊 對不對 然後 然後 我再給它一點虛虛狀的 就有凸出一小塊 對不對 那我這個時候使用 Opening 這個我們小一點 用1就好 然後 我們用Opening 給它 喔 等一下 那個 反而 反而沒有出問題 反而是這個 出了一個大洞 這個虛虛 太大 太大了 虛再小一點 這個虛再小一點 隨便畫 我們這裡說 就隨便畫一下 你看 這裡有一個 長長的這種 然後 這裡就有 隨便畫 你看 假設這裡有 出現這種 如果你有看到這種 虛的東西出現 那你可以 用這個 Opening 這個kernel 好 去 處理 它就會 它就會被消掉 對 然後當然 這裡有出現洞 這邊原本就有個洞 所以這邊先把它補起來 這邊先補起來 沒問題 然後我們再用Opening 一次 OK 好 對 然後這邊還是有個小洞 那我們可以用closing 把它補起來 它就會像是這個樣子 這裡可以用大一點的closing 點一下 變得比較細 然後 可是這個 它變得 它這個洞很規則 所以 所以我們就 可能還是要做一點手動 然後再用closing 點一下 OK 它就補起來了 對 好 好 那 呃 像是這裡啊 這裡它就不小心黏在一起 對這邊 這邊 這邊 這邊它就是因為那個 因為它原本那個手柄的很近的關係嘛 所以它就有點不小心的黏在一起 對 對 那 那 這個的話 就可能要 把它擦掉 對 用 就是它有它有擦子的功能 你可以用擦子直接把它擦掉 然後但是這樣擦其實很耗時間啦 所以其實 一般來講 一般來講其實是應該是會回到就是 我可能會先把這隻手捨棄掉 然後 然後之後再重做一下 對 對 然後或者是 呃 你可以使用 這個 可以使用Goshen 這個或許會有幫助 就是 這個是 這個是 Goshen是把它做平滑化 就是說它用高斯的kernel 然後去把 去把 你看我們這個表面紋理原本很明顯 這裡的表面紋理原本很明顯 那如果用Goshen之後呢 它會整個紋理就做 整個紋理被細緻平滑化 對 那這個是Goshen可以使用的 對 然後 然後 那如果 如果我們不要這個 我們不要這個 外面這個 我們先把 其中一個segment拿掉 把這個關掉 我們如果只要這個 手的外殼這個要怎麼處理 這個你可以 有兩種方法 一個是使用 Holo這個功能 就是 Holo Holo的話就是 會挖空洞 那你可以用這個 Outside surface 用這個Outside surface 0.5 OK 然後 然後你會看到很多 就是 多出來的 這個 一小塊 這個是為什麼 因為 因為 因為剛剛我們這裡有個孔洞 對 所以我們可以用 我們 用Outside surface 或 Medial surface 這個 這樣 這樣子 那如果這個洞沒有補齊的話 它就會變成這樣 一個一個 小塊 然後你再用 這個 我先存檔一下 這個 這裡先存檔 先複製一個 OK 好 然後我們回到這裡 OK 我們 我們可以用這個 Medial surface 或Outside surface 這個都可以 然後這裡可以選擇 他們的厚度 OK 你可能要 1公分厚 那 你可能要1mm厚 那你就 用這樣子的方式 然後這個 先把映像 這樣子 然後它不同的厚度呢 會決定它 就是這個 Holo之後 它這個shell 不同的大小 如果我是用3mm厚的話 那這個就會更厚一點 對 這個就會更厚一點 那我今天選擇用1mm厚 對這樣子 然後你再用 這種 呃 你再用這個 Illand的方式 就是 keep largest island 這個 看一下 好 那就只會 只會剩下這幾個嘛 然後 這個時候你可以再用 Gaution 可是它可能會破圖喔 我覺得 它有可能會破喔 Gaution 這個 Edit with 3D Point 這個先把它取消掉 Gaution的部分 用1看看 可是它這個應該是會 1就太大 0.5就好 對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變成你要把這個洞補起來才行 對 那我們可以 不過我們可以稍微把 你就可以看到這邊是空的吧 這邊 就是整個是 空的 那如果 如果你不想要這樣子 你要 你也可以用另外一種方法 就是 我們先把這個取消掉 可以使用我剛才講的這個 Deletion跟Evolution的這個方式 這個 這裡有一個 Margin 這個 然後 我們把它 我們先把它 複製出一個 我們先多 新增一個 segmentation 然後呢 你這裡 這個東西 這個叫什麼 Union Logical Operator 這個功能 你可以 它有幾種 它有 add 然後 subtract intersect invert 然後 invert就是反向選舉 就是把其他 除了它以外的全部選起來 clear就是刪除 然後feel就是把它整個填滿 對 你可以 那你可以使用這個feel看看 哎呀這個feel 可以使用這個feel if you try to make 喔沒有 用這個copy的這個 選一下 改個顏色 好 用feel 這個功能 這個應該是可以把它佈起來 好吧 它會把它整個填滿 先不要先不要 先取消 對 就是 就是說我們可以直接用那個 margin這個方式 然後直接 先把它 先 我們先同步啦 先把它copy過去 先把這個 copy到segment2 去 先 第一 這個選擇 這個選擇是你要貼上的 這個選擇是你要敷製的 那你可以copy一次 對 那你就看你segment2有 那你如果把它 我把它關掉 就是segment1跟segment2是一樣的 對 那這個時候呢 我 把segment2 做一個 shrink 那shrink要多少呢 shrink我們 設1.5公分好了 我2mm這樣子 然後 往內縮 對 這樣shrink之後呢 因為這裡有空洞嘛 所以這個 這個會這樣子 是蠻正常的 但是 這個時候 你可以再用 這個 A-B的方式 就是 好 是有選錯嗎 我剛剛一直有選錯 沒選錯 OK 然後我們再用A-B的方式 對這個沒什麼問題 這個 用它-它 然後我們apply一下 你就會發現說 你就會發現說 這邊 整個 應該是被剪掉 對 對 這邊 這邊整個 這邊整個是被剪掉 那如果你關掉 喔 它也是一樣 它就是一整個殼 一整個殼就會跑出來 這樣子 對 那這個功能通常會用在什麼上面 這個功能通常就是 第一個你要弄皮膚嘛 那要不然就是像我這 我秀給你們看一下 這種骨頭 來看一下 這裡是已經segment好的骨頭 就是 這個 這個segment好的骨頭 這個時候我想要 因為它我們有分皮子骨和鬆子骨這兩種 那通常鬆子骨是皮子骨 通常是鬆子骨是皮子骨往裡面 位移一點 位移一個移近的距離 那你可以使用 加一個segment 然後呢 你就是 這裡先選一下 這個 然後你就是 先把 這個 先把它複製過來 copy 或者是 不要用copy或者你用add 就是直接把它加 直接把它加過來 不要不要 你要先有食物你才能用add copy過來 抱歉 選錯了 是 是 這個東西是被貼上的 對 然後 這個 因為它現在是空的嘛 它現在空的嘛 所以你要add add它就是整個加過來的 然後 add它整個加過來之後呢 這個地方 你可以 這個地方我們就會用這個 shrink 直接把它 因為這是實心的 這個就是實心的 所以不用擔心 這是實心的 然後我可能 往內偏移1mm 那我會 往內偏移下 那你會發現它就卡在這個裡面 對 然後這樣子過來 它就會自動做 就是 因為你這個是overwrite 這個是overwrite all 然後如果你是用 Allow overlap 的話 就是 Allow overlap的話 你這個apply 它就不會吃到 它就不會吃掉 那 如果你是overwrite的就會 但是 Allow overlap 就不會 對 你就可以用這個 用subtraction的方式 這雖然有點多此一句 但是 就是 變成說 你可以用這種 如果你勾到 Allow overlap的話 就可以用這種方式 去直接做加減這樣子 那它 Codicle Bond的部分 就會出來 那我這邊可以把它剪開來 給你看一下 次元展 剪開來 看一下就知道 這邊 剪開來 然後 看一下 OK 你看它裡面就是空的有沒有 裡面就是空的 然後 就是把它的 皮子骨的部分 把它讀出來 對 對 就是這樣 對 然後我們看一下這個 Grow from Seed 這個 長好 OK這個大概就長好 那 長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Apply 對 然後Apply呢 如果你發現這邊有 就是 這種缺陷空洞 就是 缺陷空洞的話 其實你是可以 我都會建議剛開始先用closing 就是先用closing把它補起來 Closing 然後先用1 把它補起來 這個 這裡我們也可以用closing把它補起來吧 就是你看這裡有這種 瑕疵的這種小洞 然後我們也可以用closing把它補起來 然後補起來之後呢 你看一下這個 裡面整個 骨頭有沒有動 骨頭看起來是都沒有動 對 裡面看起來是都沒有動 對 然後 這樣因為closing它會自己補掉 然後OK 然後你就發現這裡有一些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用opening 就是這種突出來的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用opening 然後 加一下opening 這裡是 對 這個也是加一下opening 然後你覺得還是有點粗糙怎麼辦 這個時候就用gaussian 因為gaussian它強度比較強 所以我們kernal size 要用小一點 不然它會很容易就變成一顆圓球 如果你看 如果我用1的話 它會變怎樣 它會直接 整個 形狀就變得 很鈍 那如果我用2的 不是 如果我用2的話 如果我用3的話 它原本意思是3 3的話它會直接變一個球 你看它會直接變一個球 一根棉花棒 所以 gaussian的部分 因為它是gaussian kernel 就是高四平滑化 所以高四平滑化 它其實 它的影響範圍是很遠的 所以你可以用小一點的 去做gaussian就好 然後gaussian也是一個可以疊加的filter 所以你會越用它會越平滑 你看我如果一直用 它會一直變 然後一直變 然後最後越來越小 所以 這個gaussian可以用 但是剩用 就是說 確認一下你的segmentation 是不是 真的還在 還在你要的區間內 不然你有可能一下子用太大 它就 它就整個 變成一顆球 對 對 那 這裡就大概複習一下吧 複習一下我們大概使用的哪幾種 就是 剛開始呢 我們有講這個平面式的這幾種就是 Pen 就是用Pen的這個 你可以畫一圈 然後它會變一層 它每次都要等一段時間 最好是封閉起來 封閉起來它就會變一層 對 你可以畫一圈它就變一層 你看它這裡就薄薄的一片 然後 你可以用 就是你可以用這個tracing的方式 去做追蹤 就是 我可以點一個 點兩個 點三個 這樣子 然後把它點起來 然後 你可以 然後但是這個都是 這個2D平面的 就是 你可以點幾個之後 點完 點完之後你再用 這個 這個 再用這個 Fill Fill between slice的部分 然後 去 把他們 這個層跟層之間呢 把它的那個 segmentation 長出來 對 然後再來呢 如果是 三圍的 segmentation的部分 三圍的 segmentation的部分呢 就是 就是 這裡先取消 我先再建一個新的 看看 三圍的segmentation的部分呢 就是說 呃 我可以用這個 paint的部分先畫 然後記得選 Sphere Brush 就是這是三圍的 三圍的brush 不然你只會在二圍 然後 你先畫完之後呢 建立一個 背景 就是前景跟背景 對 建立一個前景跟背景 然後 然後這裡 就是 這裡再加一個 Background 這裡再加一個 Background 這邊你再用那個 Growth on Seed Background你隨便畫 那個 Background 就隨便畫 然後再用Growth on Seed 把這個整個圖長出來 對 那這個圖長出來之後就會像這樣 就是 Growth on Seed 之後呢 我們還可以再去做 一些就是 微調 Growth on Seed 這邊呢 我們還可以再去做一些微調 這原本是Initialize 然後你點完之後 它會變成 它會變成那個 它會變成update 那你可以再去做 用這個painter 去做一些微調 對 那 再來就是 你去做完微調之後呢 通常畫完之後 就整個shape就會出來了 然後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 保留 你可以透過這個 這個 你可以透過這個 Smoothing的方式 就是這個 Opening 或 Closing 這個方式 然後把這個 多餘的地方把它削掉 例如說 我們就 我們用 Opening方式 然後我發現這裡有一個 快多的 那我們可以用 Opening 直接 直接 這個 錯了 是這個 我們可以用 我們可以用 Opening 可以用Opening 然後直接把 這一片削掉 就是這一小片就會被削掉 對 然後用Closing 把這個洞補起來 對 然後用勾弦呢 可以把我們的整個形狀變平化 但是要切記它 要小心使用 因為它有可能一個不小心 它就會 變成一顆球 就是 就會變成像這樣子 它會直接超過 對 那 這個是 Smoothing的這個部分 然後再來呢 有Eyland的部分 Eyland的部分呢 我們 我先講這個 再來有這個 Logical Operator的部分 Logical Operator這個部分 可以有Copy 就是可以直接複製 或者是我可以用add 就是 我直接用把它加起來 那你就看到這個綠色有兩個 然後這裡 不要用Overwrite 這裡用 Allow Overlap 如果你是要 把它做Copy的話 如果你是要把它做add的話 如果你用 Allow Overlap 它就會整個疊過來 那如果你用 Overwrite的話 Overwrite的話 它會直接把 就是你的這一塊 直接吃掉 就是Overwrite的話 如果你是用 這個Copy的部分 它會直接把 這一整塊 直接吃掉 不要用add 我們用Copy 它會直接把這一塊吃掉 對 好 所以 如果是已經存在的 你可以用add 然後你最好是 保險起見還是用Allow Overlap 除非你想要用刪除 刪除的 就用Overwrite 然後 然後 原本原本是這兩塊 那 如果你想要把它的話 你想要把它加在一起的話 你就用add OK 然後它就加在一起 然後加在一起之後呢 我們可以用 Subtraction的方式 我們可以用這個 我們可以用這個 Illand的方式 把它做分割 就是 我們可以把 這一塊 它把它分成兩種不同的Illand 然後 如果你 如果你只想要保留綠色這一塊 對不對 你想要把黃色這一塊拿掉 你就把它按remove remove selected id 這樣子 然後 這裡 就可以點 remove selected id 就可以點一下 remove selected id 這個就會被移除掉 對 那如果你想要產生這種 皮子骨的話 你可以 你可以選擇用 Holo 你可以選擇用那個 你可以選擇用那個 Holo的方式 就是 你可以選擇設定它的 厚度 就是皮子骨的厚度 然後Apply Sorry 點錯 不是這個 你要 點它 Apply OK 然後中間就會開一個洞 那你可以選擇它的厚度 可以選擇 假設我想要2mm就好 然後就選擇 很厚度 這樣2mm 對 那這是一種方式 另外一種方式呢 你可以選擇直接 複製過去 就是這裡有一個segment 然後我們 把它 我們把它 copy過去 OK 我們把它 copy過去 然後 然後 這個取消掉 然後我們可以選擇用這個 Shrink跟 Grow的方式 就是 我們對這個縮小 2mm 然後呢 如果這個是 Overwrite的話 它會直接被吃掉 那如果你這裡選 Overlap的話 它不會被吃掉 它不會被吃掉 那你就要再跑到這邊來 用subtract的方式 把它剪掉 這個也是一種方式 對這個是 產生shell的方法 對 那 那再來就是 就是 C 再來就是 你可以用 Ceaser 這個工具 把它做 次元斬 把它切開 那如果你想要把它分成上下兩段 你就用Ceaser把它切開之後呢 你再去用那個 Island Split Island to Segment 這個 它又會再被分成兩塊 對 這樣這個樣子 對 對 那最後呢 最後的最後 就是 如果你是要大 就是 一個很大的區域的話 就是一個很大的區域的話 而且是很明顯的區域的話 你可以用 直接用threshold的方式 直接先把這個 呃 先把 先把這個 整個你要的區域把它劃上去 對 然後 你可以用點的 你可以用點的 去 去設定你 threshold的空間 就是圈起來 然後去設定你threshold的空間 像這樣 OK我只要這個區域嘛 然後 這樣子去設定你threshold的空間 然後呢 之後你按 Apply 就是這一整個都會 都會被長出來 這一整個 這一整隻手都會被長出來 我們不要用這個 我們不要用這個顏色 我們用 我們用 我們再加一個 segmentation 然後我們用 這個swish hole 去拉 這裡我們把它圈起來看看 這樣子 我們只要這個領域 對我們把它圈起來 這樣子 OK我們要 我們只要這個領域 那我們可以用apply 這樣子弄出來 就是 一整個 就是一整個 然後你再用 你再用那個 remove small island 或是 你可以用remove small island 然後把這個 小的拿掉 對小的拿掉 然後在 remove selected island 把 把這塊也拿掉 然後這塊也拿掉 或者是你可以keep selected island 只把這塊留下 這樣子 它就是會整個 整個被留下來了 然後 然後你想要切開嘛 那就 直接 再用seizer把它切開 然後再 再分開就好 這樣就可以做一個 完整的segment 出來 那 大概 它的功能就是這些了 就是 就是 主要幾個功能我都講過了 就是大圖輸出用threshold 然後 小小小的 像骨頭 個別的骨頭這種 就用那個 用growth on seed 這個方式 然後 Logical operator 這個就是 當你今天有很多個segment的時候 你想要做 疊加或相減 或者是複製這個 你就用Logical operator 去做相加 然後你發現 這兩個東西 黏在一起 就可以用 scissor稍微把它切掉 如果它不應該黏在一起的話 然後 有這種很 奇怪的這種東西的話 你就可以用 Smooth 的方式 就是用 opening closing 把它 把這種 奇怪的鬚鬚把它拿掉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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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就是 那個 再來就是使用 eyland的處理方式 把它分割開來 然後 變成不同的segment 對 然後像 Level Tracing 跟 那個 做這兩個方式 就是 平面的話 那這個我是不建議 因為 它效率真的太差 大概就是 大概就是 這樣子 所以 大概 這就是這一次 3Decisor segmentation的 幾個 幾個主要工具的用法 然後還有它的使用時機 那 這裡也秀了幾個 Case 那個 Case的連結我可以放在那個 Case的連結我會放在 我的 影片的下方資訊欄裡面 如果想要的話可以去載 我現在用的版本是5.0.3 那現在好像是更新到5.6.2 還5.6.4 我記得 對那這些 一樣但是 雖然版本不一樣 但是 那個功能都是大同小異 所以 就是 都可以載來練習看看 如果有興趣想試試看 或者是你真的有需要的話 對 那 大概就是這樣 那有問題的話可以在 影片下方留言 然後 訂閱 訂閱就會學開啟小鈴鐺 就這樣 OK 應該會出 算了 算了 有點懶 反正 反正 我不會上字幕啦 我就 這是個簡單的教學影片 拍給 那個 路過的人看的 想看就看 對 好 那就先這樣囉 拜拜 拜拜